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第五个单元 犯 爱 众 广泛的 爱众人 爱众物 众生 所以当然这份爱是会意志 就是要能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 用心去体会对方的感觉 这样人与人的相处就能够很和睦 和乐 不至于常常出现冲突跟纷争 孟子有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 谁最重要 对 所以要能与人相处得好 才能有很好的人和 才有很大的团结力量 那如何赢得人和 当然在生活当中 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 我们要落实弟子规这些教诲 弟子规提到 极有能物自私 那当然你就会得到人和 孟夫子接着又说 得道者多助 师道者寡助 得道者能够有很多的帮助 师道者很少人会帮助他 诸位朋友 这个道是指什么 这个道在中庸里面有提到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 所以这个道就代表 仁慈之心 当一个人处处能为人着想 他就已经在人道之中 所以得道者代表他 纯心能为对方着想 那师道者呢 都是自私自利 没有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没有去看到别人需要 只有看自己 所以只要长期下来 必然因为纯心的不同 而有决然不同的结果 所以得道者必多助 师道者必寡助 寡助之志 亲戚叛之 就他太自私了 到了极点 连他的亲朋好友 都怎么样 离他而去 所谓众判 亲礼 那多助之志 假如他处处替人着想 行的都是人道 那就天下顺之 天下的人都会感他的人慈之心 希望能够跟随着他 一起打拼 一起有更好 更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 周文王以仁慈之心 赢得民心 记得有一次 刚好在建筑一个工程 工作人员挖到了一些白骨 就放在旁边 被周文王看到了 周文王非常诚惶诚恐 马上就把这些骨头 很慎重的 办了祭祀 把它买好 旁边这些人民看了 很感动 他说文王 连死人都不敢轻慢 都这么恭敬 想必对于活着的人 必然会尽心关怀 爱民如此 所以周朝很快 以仁慈之心 统一了天下 而且照了中国 最长年代的一个盛世 他们整个朝代 绵延了八百年之久 好 那我们来看看如何 得到多助 第一次规 这一个犯爱中的教会 事实上 也环绕在一个 仁慈 仁慈的人 那我们来看看 极有能 物自私 所以能替别人 尽心 尽力的服务 在宋朝时候 宰相 泛仲淹 刚好他小时候 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那他就走过去 跟这一位先生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我能不能当宰相 算命先生听了很惊讶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 口气怎么样 挺大的 所以 当算命先生 这么一讲 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 头低了下来 接着又说 不然这样好了 你再看看 我能不能当医生 算命先生也有点 怀疑 奇怪 一开始是说 能不能当宰相 现在居然降到 当个中医师 就问他 为什么你两个 这个愿望差那么大 接着范仲淹就说 因为唯有良相 跟良衣 可以真正救人 可以真正救人 因为一个好的宰相 只要把国家的政策 处理好 可以帮助 千千万万的人民 而医生尽心尽力 也可以让人 从病苦当中脱离 结果当 算命先生听到 范仲淹这么讲 也很感动 看他小小年纪 处处 立的志向 不为自己 而是为了帮助 他人 所以也很感动 马上跟范仲淹说 你有这一颗心 你一定可以 当宰相 这才是真正的 宰相 之心 好 诸位朋友 范仲淹后来 没有当宰相 这个也不意外 因为他这么小 就立志要当宰相 所以当他在念书 他在念四书 在念五经的时候 他要念出什么 念出如何 治国 平天下 那其他一般的读书人 要念出什么 功名 利路 请问 念出来的味道 一不一样 见地一不一样 所以诸位朋友 让孩子 要找立志 目标一确定 就可以全力 以赴 全力以赴 而且得道者 多助 必然 在当你的孩子 是确实 发了这种 利益社会的心 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 就会有很多贵人 相助 好 所以范仲淹在宋朝 当官过程 他还买了很多的义田 然后让他的亲族 三百多个人 都是他在照顾 新义田 让他们来耕作 这样就可以生活 这样就可以生活无缺 那他的俸禄 只要看到这些亲朋好友 这些婚伤喜庆有困难 他都会慷慨 解难 有舍 有得 得了什么 范仲淹的成就 仅次于孔老夫子 他们的成就是大过 历代的帝王 因为范仲淹的家族 已经八百多年 不衰 孔老夫子 两千多年不衰 因为他们都是用真诚 来对社会付出 范仲淹除了在金钱当中 尽心尽力 帮助这些亲友之外 他还盖了一个学校 新义学 让更多学子 能够得到圣贤教诲 进而可以报效国家 所以范仲淹办的那个学校 直到清朝 考上的进士 有数百个 数百个 状元就有好几十个 而现在那一块地 也是当地很有名的高中 所以确实 范仲淹的德行 现在还在影响 所以 极有能 物自私 自然就能天下归心 而范仲淹这样的德行 必然让他的 后代子子孙孙 得到辟印 所以 很有可能好事都被障碍了 而当这件事是众人之事 那我们罪过就很大 因为障碍了一群人 所以我们应该 扩宽 心量 随喜 他的才华 他的能力 一同 把好事办好 毕竟 成事 不易 这个年头 做好事 做好事 不容易 我们更应该 把这些好事 极力 促成 物产妇 物交贫 所以有一颗仁慈之心 就能够 不去轻蔓 他人 当然也不会去 惨媚 别人 在一次 这个各省的 电讯招商会当中 刚好在上海举办 上海人怎么样 很有钱 那刚好 上海人举办 其他省份 来参加的人 他们会区别 就是说 有一些比较 有钱的省份 吃的跟住的 比较好 像一些比较偏远的 可能经济实力 怎么样 没那么雄厚的省份 就吃差一点的 所以 这个就是产妇 没有以平等心 去对待他人 也没有仁慈之心 所以当 这一些被略等 招待的 这些朋友 了解到这个讯息 他们内心会怎么样 不高兴 愤 愤愤不平 怎么可以瞧不起我 所以这个时候 广东人特别聪明 也很会做生意 马上把这些情绪 比较不好的人 安抚到他们安排好的旅馆去住 后来 后来那一次招商会 谁招到的生意最多 所以人不能太精明 还是要平等 对待 所以物产富 当人都是用金钱 去与人相交往 这样的情谊 稳不稳固 稳不稳固 不稳固 你看企业常常在那里挖脚 挖脚来 挖脚去 那从用钱挖来的人 改天又怎么样 用钱挖过去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用道义 用信义相交 这个相当重要 我们看看古代 这一些名臣将相 绝都不是用钱 起来的 所以当初 我们最早的革命 是商汤发动 商汤对夏节发动 那个时候 商汤发现 有一位很有贤德的人士 叫做伊云 所以就拿着很多的黄金 很多的昂贵的衣服 就去请这个伊云 伊云 神态自若 然后就说道 我启示这些东西 请得动的 结果这个伊云 他不可能 围着一些财物所动 商汤也很有心 旅次去拜祭 希望他能出来 帮助他 后来伊云 被他的诚心感动了 也了解到 商汤却有救国之心 那时候商汤不是要打夏节 是啊 请伊云来帮助夏节 帮助夏节 结果九次 把伊云介绍给夏节 但是夏节已经成立于什么 女色之中 成立于这些酒池肉铃 所以伊云的话 都没有听进去 后来商汤不得已 因为已经闹得民不聊生 所以商汤就对天立事 是为了要为民罚罪 不得已才发动战事 所以也因为赢得民心 很快就把夏节打败 但是打败完后 就把夏节的这一些亲人 这些后代 安顿在一个封地上 所以我们看古代这些人军 万不得已 绝不怎么样 动杀戮 而且真正把夏节赶走之后 绝对不会再伤害 其他无辜的人 所以确实 这些贤德之人 都是要用真诚去请 而伊云的出来 诸位朋友 难道是为了商汤而已吗 而是什么 为了天下 苍生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道义来带人 所谓得民心者 得天下 绝对不是用钱 去跟人家打好关心 所以物产富 再来物交贫 对于贫穷的人 我们也不能骄傲 不能轻视 所谓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人生都有起起伏伏 我们不能在别人困顿的时候 还落井 下石 那就没有顺道而行 那就会失道者寡住 寡住之志呢 轻弃盼之 人生可不要搞到这般下场 才来后悔 莫及 这是物交贫 不只物交贫 我们还要主动协助 主动帮忙 再来物厌故 物喜心 这就是所谓喜心厌旧 当我们看到喜心厌旧的人 你的内心会怎么样 可能会摇摇头 四风日下 人心不古 什么叫人心不古啊 这个古是什么 古仆啊 非常老实 待人厚道 这是古代的人心啊 所以俗话说的 朋友还是什么 老的好 因为相处过程啊 都有彼此的付出 还有对方啊 给我们的恩义 情义 还有道义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啊 也会想到 之前讲到的 宋宏 念旧啊 虽然 有一个机会啊 可以直接当 汉光武帝的姐夫 哇 一下子就变皇帝姐夫 这个机会啊 是很特别 但是呢 他是如如 不动 还讲了两句话 给皇帝听 拿两句话 我的坏习惯又来了 贫贱之交 不可忘 你看 无厌固啊 无喜心 朝康之期 不下堂 各位朋友 我们一起念一遍 一遍七 贫贱之交 不可忘 朝康之期 不下堂 您假如多念这些句子 保证你身体很强壮 那个叫 养天地 浩然之气 真的不盖你的 所以呢 古代的人 确确实实啊 他的信义 他的道义啊 看得比什么还重 比生命 纵使刀啊 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叫他违背道义啊 他也 临死 不屈 所以 像文天祥 他已经被抓了 他还是 从容 就义 你看他在 监狱里面 写道 顶获甘如矣啊 对于这些刑具啊 他是完全 不惧怕 只希望啊 从容 就义 所以因为有这种 浩然之气啊 他的风范啊 也影响了 数百年的 读书人 也影响到啊 现在的我们 想起了文天祥 我们又要想起 另外一句话 叫 人生 自古 谁无死 有信心一点 留情 担心 照汉亲 好 所以在汉朝时候 有一个读书人啊 叫寻巨伯 寻巨伯 他去看望他一个 生病的朋友 当时候的古人啊 去探望朋友 是不是 骑摩托车 五分钟就到了 那可不是啊 都要 拔山 涉水 翻山 越岭 走过去 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大陆的山 真的蛮多的 结果当他到的时候 震雷在照顾他的朋友 刚好他那个骏啊 有盗贼啊 侵入 对这个整个骏啊 开始烧杀 掳掠 所有的人啊 都赶快逃命啊 结果因为他的朋友病重啊 动作不方便 就赶快跟他说 你赶快走吧 我已经没有能力走了 不要啊 让他们伤害到你 结果荀聚伯就说了 我假如走了 我就没有道义了 所以呢 我临死了 也不可以走 结果 道者一进来啊 这个荀聚伯啊 就主动走出来 对他们说 他说我朋友已经病重了 你不要再伤害他 假如你们要伤害啊 就伤害我好了 那这个荀聚伯啊 讲得非常的 慷慨 就义啊 结果 这一些盗贼啊 因为呢 前面的人通通都 赶快逃跑了 居然有一个人啊 不怕死 在这里等着 而且又是 为了什么 不让啊 他们伤害他的 生病的朋友 所以这一些盗贼啊 了解以后啊 也很感动 这些头目就说了 我们这些人啊 都是无意之人啊 怎么可以来抢这个 有道义的地方呢 所以啊 全部啊 道贼都撤走 所以一个人的道义 一个人的真心啊 就可以唤醒 他人的 这一些 道义之心啊 所以 寻聚婆 一个人的 道义啊 挽救了 很多人的 什么 劫难 生命 所以 历史上啊 这样的好戏啊 很多啊 最近有没有上演 最近这几十年 有没有上演 应该有啦 比例怎么样 比较少 这个也不能怪我们啊 因为人不学 不知道啊 不知义 因为圣贤教诲啊 已经断了啊 两道三代 所以我们看看 古代人是可以啊 念念啊 为别人 现在的人 头一个念头啊 都是什么 比较啊 为自己啊 所以啊 越为自己 人生的路 越怎么样 越狭窄 因为啊 失道者啊 寡住 而得道者啊 必多住 反而啊 当你的孩子 从小有一个 仁慈之心啊 他的路会 越走 越广 所以 对于 对于朋友 对于妻子 我们都应该啊 勿 厌 故 勿 喜 心 所以我记得 在好多年前啊 我跟我一个 初中的朋友借钱 跟他借了几万块钱 当呢 他把钱呢 领给我 然后呢 就走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问问看 我要干什么 他说 认识这么久了 有什么好问的 所以呢 这个也流露出啊 老朋友啊 对我们的 这个性格啊 对我们做人的 一个本质啊 他非常了解 也非常信任 所以 不用说太多 可以心心啊 相知 相应 好 那其实一个人如何 勿厌故 勿喜心 如何从根本啊 解决一个人 喜心 厌旧的 喜性呢 因为喜心厌旧啊 就是不念旧 忘本啊 是吧 那怎么从根本解决 我们这几天的课程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 好 我请教诸位朋友 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 为什么 你不知道上课到后面 考试都很多吧 不能怪诸位 这个要长期熏悉 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提到 假如有一个女士 他刚好 有一位男士在追求 追求了他三年 三年如一日 几乎是有求 怎么样 必应 晚上呢 这位女士肚子饿了 打通电话给她 她会恶话不说 马上呢 买个芝麻糊 还是杏仁糊 赶快送到她的家门口 给她喝 喝完之后还会问她 够不够 我再去买 然后平常 一放假 就赶快探厅 哪一个旅馆 哪一个 饭店 菜特别好吃 都赶快去订位置 请她去吃 礼拜天早上 平常都睡到八九点 跟她交往 五六点就起来 陪她爬山 但是也从来 没陪过父母爬过山 也从来没请过父母 去吃过饭 当局者迷 对我这么好 三年之后 跟她求婚 刚好 这个女士 祖宗有德 所以 她的一个长辈 刚好是这一个 男生的邻居 因为了解到 她对父母 不孝敬 赶快跟 这个女士讲 她对父母不敬 你自己要考虑考虑 好 诸位朋友 要不要嫁 你们怎么这么理智 不过听说 太理智的女生 都嫁不出去 所以我们从这里要了解到一个重点 当一个人 他没有笑的时候 他会忘本 他会没有 情意 没有道义 没有恩义 因为父母 是对他 最大恩德的人 他都生不起这样的态度 那他为什么对 这个女生这么好 所以人要冷静一点 当他的人生价值观 好的没有长 会长什么 你说好的没长 坏的也没长 有这档子是吗 学如逆水行舟 不是敬 铁定退 所以当这个情意恩义 没有建立起来 就会形成另外一个 人生态度 要厉害 诸位朋友 有没有找到答案 为什么现在人与人相交往 都觉得关系很 很不稳定 很不牢靠 因为啊 现在人跟人关系 建立在哪 厉害多 常常都交往了 很多年了 都感觉不到 这一份很深的情意 所以现在很多人谈恋爱 谈了好多年 都不敢结婚 总觉得好像不怎么踏实 我们女性又很强调 第六感 所以有了厉害 她什么 这个做事的标准 就依这个了 所以当干到对方 年轻貌美 又在某某小学当老师 所以工作又稳定 有利可图 必然什么 权力以赴马 好 等这个追到了 结了婚 三年以后 你也帮她生了一个儿子 长得也白白胖胖的 但是呢 因为生了孩子以后 很辛劳 照顾孩子 日也照顾 晚也照顾 所以长了几条作纹 没有像以前这么年轻貌美 突然她在外面呢 又看到一个更年轻貌美的 这个时候 从利变什么 利害的人 只要得到 只要能得到他要的 他都会怎么样 不择手段 所以这个时候 从利变什么 害嘛 害要怎么办 怎么这个男生讲这么大声 除掉 你们说的 我可不干 所以你看 没有道义 就会做出 很薄情的事情 所以 这个动作一做 悲剧就出来了 离婚率上升 离婚率一上升 孩子又缺乏 稳定的家庭照顾 所以犯罪率 就开始了 所以整个社会结构 是牵一法 动全身 每一个 每一对夫妻 就是 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细胞 夫妻关系只要不稳固 整个社会必然 动乱 所以现在 犯罪率也越来 越高 所以 要让人 不勃起 不厌固 不喜心 根源要从哪里交起 对啦 所以 亡者已矣 来者可追 面对我们现在的小孩 一定要教 面对大人 要教 但是教的方法不一样 小孩还可以用说的 大人要怎么样 要用做的 要用德行 来感化他 他应该 慢慢的也懂得 迷途 知返 好 所以 物厌固 物喜心 当一个人很厚道 他不只会对人 念恩 念情 甚至于对物 也会很有感情 比方说 这个衣服 是他母亲亲手 帮他织的 因为他对父母 有情意 所以看到这衣服 一定会 非常爱惜 很可能 一件衣服 穿多少年 几十年 当他能够 体谅别人的辛劳 所有亲人 买给他的东西 他绝对 不会 糟蹋 因为他这一份孝 这一份恭敬 已经成了他的存心 所以对事对物 的恭敬 必然是建立在 对人的恭敬之上 所以从根本来讲 还是要教孩子 懂得珍惜情意 珍惜恩意 好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老 所以我们这种 仁慈之心 是处处都在体现 绝对不是挂在口上 说我对人很好 我很有仁慈之心 但是可能他能跟我们相处 都会觉得很难受 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 反省反省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为什么我会 这样体会 我是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同学跟同学之间 都会写一本 这个纪念册 我们就每一个同学 发一张 那时候也还蛮有平等心的 每个同学都发一张 结果收回来 有很高的比例 都写到我太热心 热心就好了 前面加一个太 所以你看 你很好心 有可能给别人压力 所以人不嫌 物事角 纵使你要把很多好的东西给他 也要看看他现在 方不方便 有没有空 所以这个进退的分寸 我们也要敏热一点 所以当我们打电话 给朋友 绝对不能 噼里啪啦就一直讲 一定要先问一句 请问你现在 方便说话吗 当对方听到我们这样的言语 他的内心也会觉得怎么样 很舒服 而且他真有事 他也会很自然的告诉你 我现在刚好有事 那不然你什么时候 再打过来 所以礼貌处处体现在生活之中 是人与人之间 很优美的距离 有礼就不容易 发生尴尬 发生摩擦 除了打电话过去 要先问之外 平常吃饭时间 尽量怎么样 不要打 不然他刚好有胃病 你会疯 害他 这个快紧张的 这个我们也要斟酌 斟酌 不然他刚吃一半 你刚好又噼里啪啦一直讲 他也搞不 这个到底是要拒绝你呢 还是要不吃饭啦 所以这个也要处处替对方着想 除了三餐 进食时间 不要打之外 晚上啊 太晚 也不要打电话 好 不然呢 很可能影响到啊 一个家庭的睡眠 作息 好 除了打电话之外 当我们要去跟别人啊 商量事情 都要先观察一下 他现在是不是在忙 等他不忙了 我们再怎么样 去找他 去跟他讨论 所以要善于 观察 你看很多小孩子 他一想到什么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马上拉着大人的衣服 在那里 噼里啪啦讲 有没有 或者妈妈正在炒菜 他想说什么就过来 这个都是当下要机会 教育 不只小孩要机会教育 大人需不需要 也需要 因为确实 没有人提醒 我们都难免啊 会失去这个敏感度 所以只要有 朋友会互相提醒一下 我们呢 就会提得起这种态度 好 当然 我们提醒大人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怎么样 疑无色 柔无声 保持笑容 纵使是劝他 不要抽烟 也要先生 对不起 我有气喘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 不好的情况 好 所以这个弟子龟啊 可以活用在啊 生活的点点 弟弟之中 好 人不闲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扰 当一个人呢 情绪很不好的时候 他会想怎么样 静一下 这个时候啊 你就不要要过去跟他 落里巴索的 所以你看我们 看电视剧的时候 常常都有一句台词叫什么 你给我出去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所以我们要会察言 观色 但是啊 假如我们的亲人刚好呢 情绪到了谷底 甚至于呢 还有可能想要了结生命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不闻啊 不问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啊 很多人呢 做出不可挽回的事啊 都只是一个念头啊 没转过来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访 比方说 当你的兄弟姐妹啊 情绪到了谷底 这个时候啊 你就端一杯热茶 端好 然后走进他的房间 然后脸不要看他 然后就 这个 轻轻的走 然后呢 把这杯热茶 放在他的桌上 然后又缓缓的 退出房间去 禁必驱 退必吃 让他感觉到啊 还有人啊 来关心他 所以他这一口气啊 真的撑不住的时候 他会去找谁啊 一定会去找 找你啊 好好宣泄一下 因为啊 人只要感受到啊 有人在关怀他 他就不会啊 走上 绝入 所以 纵使是 再亲的亲人啊 这个进退之间啊 我们也要啊 站在对方的感受 设想 这样就可以相处的 很融洽 好 这叫 人不安啊 物化了 那我们接着看 下一句经文 人有转 人有转 过不归 道两窥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诗 切莫说 这个仁慈之心啊 还要啊 落实在 言谈之中 诗位朋友 上到目前为止 弟子规里面 谈到 言语的 经文 多不多 很多啊 所以说话 要不要学啊 要啊 言语在 孔门 四科的教诲 是仅次于 排在德行 之后 所以从小 孩子讲话的 分寸 我们也要 多加调教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诗啊 切莫说 其实啊 己所不欲啊 勿施于人 当我们有短 有诗 稀不希望别人 到处宣扬啊 不希望啊 所以 我们不希望别人 如此啊 我们也不应该啊 这么做 那之前 经文也提到 见人恶啊 即内行 有则改 无家境 所以纵使 见到别人 不好的地方 我们也应该拿来啊 反省 自己 之前也有提到 有一位朋友说啊 他实在啊 没有办法 都会看到别人的过失 结果他的师长 教他一个方法 很好用 诸位朋友 你用上了没有 感到太太不好 就想到 都是我不好 因为我做得不够好 没让他感动得痛哭流涕 看到儿子不好 说啊 就是我教得不够认真 那看到社会很乱 就说就是我不好 没有捡垃圾给他看 没有呢 扶着老人给他看 所以处处啊 见人的恶啊 都当作是 自己的恶 自己的本分 他就会努力啊 好好去做修身的工作 相信啊 他只要能够转到这样的态度上 绝对啊 可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所以我们中心的老师啊 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啊 叫捡垃圾 这个捡垃圾的故事可多了 所以不要小看啊 捡垃圾这个动作 我们中心老师 有一次啊 到长城 去攀爬这个长城 走在路上啊 我们很自然就开始什么 一路捡 突然啊 有一个外国人 对着我们啊 把这个捡的动作拍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拍 难得啊 那个时候我也没穿这么帅啊 难得啊 在中国人的地方看到捡垃圾啊 所以有一次啊 我跟一位李老师 还有后面啊 另外两位老师啊 四个人呢 走在一条 走道上 我跟李老师啊 就开始呢 一路捡垃圾 捡的这个过程啊 一面而来 很多初中生 他们都是边吃啊 边丢啊 结果后来啊 看到我们在捡 他们呢 就愣住了 那当我们走过以后啊 其中有一位初中生就说 少见哦 难得哦 结果因为后面啊 还有两位老师 这老师也很有教育敏感度啊 马上就跟他说 既然少见 既然难得 那你们都一起来捡 那不就不少见 不难得了吗 这个初中生说 哦 有道理 结果他就弯下身啊 捡起了一个垃圾 好 所以啊 我们要行为示范 唤醒啊 大家的这一份善心 这一份啊 对家庭 对社会的责任心 好 所以见人的恶啊 不要放在心上 要念念想着 如何啊 当好榜样去影响他们 更不可以啊 把人家的过失啊 到处宣扬 这样很不好 所以呢 别人错啊 也是对的 自己对啊 也是错的 听得都 脑子都糊涂了 再说一遍 别人错啊 我们也把它当对的 别人 我们对啊 要当错的 好 我们来猜猜谜语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有很深的含义 别人错 为什么对 当然对啊 他就是没有读地址 所以才会做错事 人不学 不知道 所以别人演出了 社会的需要 给我们看啊 我们要赶快啊 尽心尽力 去帮助 去当榜样 那为什么我们对啊 也是错的 你常常在那边说 我对 你错 在制造什么 对立啊 制造高下 所以有没有发现啊 很多那个 常常都说 我对 你是错的 常常会说 你错了 这样的人 人缘怎么样 所以 自己对了 也是错了 因为啊 都是以自己的对啊 怎么样 理直 气壮压人 不对 应该理直 气和 以和为贵 这样啊 才正确 当人能够心气和平 就能够啊 去感染别人 他也会觉得啊 跟着你啊 一起 这个 相处 一起啊 学习 感觉 很好 所以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诗 切莫说 说实在的 我们光找自己的缺点啊 就已经够我们忙的 有没有 因为啊 这个找出来的缺点 还没有改过啊 突然又发现 新的又产生了 所以若真 修道人 不见 事经过 好 那这一节课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